這部是FUJIFRAME TELIA CARDIA 160 DATE 它是一個黑色的塑料 一個正常的痕跡 它的機身應該是我們以前玩氣窗用的ABS塑膠 算是很硬的 就是玩氣窗的 而最明顯是底部 不過是在底部花 感覺上不會太介意 後面的DATE去不到今年 所以我都沒有換電 如果電就在這裏換 這裏換電腦 富士永遠有勾住門 我們開的時候就要 剔起勾 我們就放進去 那我特意拿了一卷短一點的12格的FILM 放好在這裏 就蓋上去 我們現在就可以按 那它就會由這個 去到1 那你見到 這裏截住1 那基本上呢 它的功能就是 Point and Shoot 拍照 那它就35和55mm兩個焦距 有些輕便機就是一個 變焦 那變焦呢 其實就 感覺上呢 就好像圓滿一點 每個焦段都用不到 但是其實呢 雙焦它呢 它可以保留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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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pless 還有就說 它的結構上呢 可以簡單一點 那這個光圈呢 也可以保留得好一點 那 那閃燈呢 就自動的 那如果我對著 那個 樓頂盞燈呢 那它呢 就看情況呢 是否需要著閃燈的 那 後面這裏呢 就有個 充電的 那個 標誌 那 那 雙焦它 那 差不多了 那 那 那 聽到它已經是 那 那 到了呢 我們就要這樣 推 到這些聲音呢 就知道是捲完飛鈴了 那 就彈開 那 那 這裏呢 用手指 踢一踢 那 又或者呢 它 很有趣的 這裡呢 譬如這樣 彈開 那 就可以拿捲飛鈴出來的 那 它呢 就用兩支AA電 就可以了 那 你隨時 放兩支 簡性不心電 就可以了 日本製造 對了 就是這樣 好 試完